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2 据外媒报道 越来越多的用户反应他们的iPhone X在有电话打进来的时候 只有铃声响起 手机屏幕却没有任何反应 有时候按钮会在6到8秒之后才出现 每次重启后问题解决 但接过一次电话之后 该bug又会再次出现 事实上这个bug在12月份就有用户反应 并在苹果官方论坛上进行了反馈 还有用户称 因为这个问题苹果已经给他换了一部手机了 然而该问题依旧存在 恢复出场设置可以暂时解决该问题 但只能维持两天 随后又会出现同样的故障 针对此事 有消息称 苹果公司回应正在调查 但并没有说明任何出现bug的原因和合适能修复的看法 那么国内的小伙伴 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在去年年底 HTC推出了首款采用18比9比例的手机HTC U11 Plus 随后HTC又发布了U11S 该机同样采用了18比9的全面屏 现在有爆料大神放出消息称HTC未来还将推出一款入门款的18比9屏幕的手机 在配置方面据了解该机将会采用5.5英寸18比9的显示屏 搭载联发科处理器但具体型号未知 内存方面配备2GB的运存16GB的存储空间 内置2730毫安时的电池 相机方面背部采用1300万像素镜头 而前置则为500万像素 说实话这样的配置以目前国内的千元机水平来看699元要买都得考虑一下 但按照HTC的尿性少说也得1499 所以大家还是散了吧 此前有网友曾曝光过一张魅兰E3的真机背部叠照 第二种新机背部采用了全金属机身设计 后置纵向排列的双摄像头位于机身中间 而且存在明显的突起 下方采用了与Pro6S类似的环形闪魂灯 中间应该设置有激光对焦模组 而就在昨天又有爆料大神放出了一张一丝魅兰E3的真机照片 照片中我们看到星机正面配备的应该是一块18比9的显示屏 底部取消了腰元件采用与魅兰S6相同的屏内小圆圈设计 背部全金属天线采用穹顶隐藏式设计 图中画红圈的位置疑似采用了与魅兰S6相同的侧边指纹识别 但这个方向如果正常握持的话应该是在机身左侧 说实话别说指纹就算是把电源键放在左边都会感觉很腻贴 魅族应该不至于这么傻吧 今天网上流传出一组号称是2018年款三星Galaxy C10的渲染图 图中我们看到星机正面采用了类似S8那样的全面屏 但并没有采用曲面设计 背部整体保持了C系列的设计风格 全金属机身加上上下三条微风天线 面识度还是很高的 后置摄像头采用了纵向排列的双摄方案 双色门闪光灯位于摄像头的右侧 不过说实话看到正面下巴上那一枚小的可怜的Home键 就能感觉到这图歪歪的可能性很高 来看配置据了解星机将配备6英寸2K显示屏 其共4加64和6加128GB两种存储版本 内置4000毫安时电池 预计会在今年5-6月份左右上市 价格获定在630欧元月份人民币4920元 那么关于这些叠照各位看看就好不用太当真 如果真的喜欢还是坐等官方的消息吧 还记得在2016年春节的时候 除了吃年夜饭看春晚之外 最大的事估计就是集五福了 从当初的静夜福到2017年的AR扫福 一转眼支付宝集福活动都开展了两年了 而到了2018年支付宝现在宣布集五福活动将继续开展 活动从2月6日正式开启持续到2月15日 除了保留AR扫福字的经典玩法之外 让身边的朋友做一个五福到的手势给你扫描 也能获取福卡 此外蚂蚁庄园收取金蛋和蚂蚁森林浇水 也有机会获得福卡 对了如果你是钻石会员 你还拥有三张万能福 万能福可以转化为任意 你想要的福卡简直是爽歪歪了 那么各位小伙伴你们准备好集服了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散播关注微博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